这次道歉的不止马总统 针对会计法乌龙修法行政院决定提出复议 不过民进党团则表示要提案 有立愿自己来复议 也就是重新审查 希望下周一提前召看临时会 民进党团今天也鞠躬道歉 会计法乌龙修法大翻盘 行政院将主动提复议 国民党团安全力支持 希望能回到原点 拜托大家来支持 一起来支持行政院的复议案 原则上我们需要这个案子停在这里 要怎么修那是第二个层次 目前我们希望临时会不处理 支持行政院这项决定的 还有民进党主席苏文昌 苏文昌除了前一天紧急道歉直写 也对于马总统回应民意表示肯定 我们的立场很清楚 对会计法修法立法疏漏必须补救 公款私用不能除罪 希望循这个程序进行 民进党团三长也鞠躬道歉 要怎么补救民进党团也有自己的版本 要求迅速召开这个临时会 跟由民进党团发动的复议 这样的两个案 来回应的整个在过去立法间的一个疏漏 就算行政院要提复议 民进党团还是会坚持提出党团版复议案 不过行政院的复议是根据宪法增修条文来执行 立法院提出的复议只是在立法院议事规则之下实施 国民党团认为行政院将在10号提出复议 立法院也会在13号的临时会启动追认程序 会计法就会变成三读无效的法案 民进党团提出的复议案不具任何意义 如此一来 求还是回到立法院 接下来就看如何重提修法 亡羊补牢弥补这次重创的形象 有点TV综合报道